娱乐中心林伟番报道馆长的母亲心肌梗塞过 乌漏片逢连夜雨今晚开直播宣布确诊 图翻社馆长YouTube网红馆长陈之汉 经常在社群网站针对时等进行评论 独到观点大受欢迎 没想到身为硬的馆长 近日突然在脸书贴出黑底文 并感性谢 谢谢妈妈的养育之恩 上万网友立刻涌入安慰 有保重 对此馆长助理小宇29日晚间透过直播证 馆长的母亲心肌梗塞过世 乌漏片逢连夜雨 今晚30日开直播宣布确诊 让许多粉丝都相当忧 馆长公开快晒二条线的照片 崩溃透露母亲刚过 现在只能用线上看墓园 图翻社自馆长YouTube馆长佐 财磊崩开直播表示 爸爸很早就走了 所以自己小由妈妈带大 前几天妈妈猝死很难过 只要医大就会泪流不止 所以没有开直播 坦言不希望大家看到他脆弱 伤心的一面 馆长也透露 很好 先前没拖妈妈去健康检查 并呼吁大家珍惜身的亲人 乌漏片逢连夜雨 馆长今晚30日开直播 透 昨天晚上身体很不舒服 因此赶紧在家快晒 结 马上中奖确诊 并公开快晒二条线的照片 让他崩 表示事情已经够多了 这几天只能在家训练字 而且现在只能用线上看幕园 馆长泪崩表示字 从小指由妈妈带大 母亲死性让他只要一想到 会泪流不止 图翻设字 馆长YouTube馆长三级都打高端 因他晚间又在直播中 痛批高端内线交易 并透露天最高烧到39度 因此赶快吃一堆退烧药 目前的壮士鼻子很赛 讲话有鼻音 现在已经退烧到38度 已觉得有点飘飘然 有一点舒服 而他昨天也透 母亲生前曾交代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后是一切 单低调 他感谢各方好友 涌入社群哀悼 陪妈妈 最后一段路 但仅办理佳绩 谢绝各方的白包 花 几碗脸等 乐洲群哀悼 位学友 一起忍